我和前女友谈了一年,她花掉我六十七万,最后却以一句性格不合要求分手,什么性格不合,全是骗人的鬼话,还不是因为我江朝没钱了,不再是人钱炫耀的。 金龟旭,晋身世界五百强企业管理港第三年,我的人生大事被很多好心人惦记,年少多金,前程远大成为介绍人口中的烫金明天,和米飞认识是参加公司高层举办的圣诞酒会,我任职的公司属于外方独资,吸引了不少挂着海归头衔的男女才俊,米飞非常漂亮,在酒会上光彩夺目, 很快成为众人瞩目焦点,英国硕士,家境富裕,方林二十五,第一眼,我就被她迷住了,米飞,就是上天恩赐给我的女人,鼓起勇气主动搭讪,我和米飞聊得很嗨,她似乎对我的职位事业很感兴趣,而一,口地道的英语,让我对她的留学经历深信不疑,认识第一周,两人在微信上互相问候,早中晚三次, 渐渐成为惯例,称呼也有些爱,妹起来,第二周周末,我接到米飞电话,江朝,我闺蜜从英国回来了,她想见见你,当我意识到,这是米飞抛出的橄榄枝,顿时欣喜若狂,带我见她闺蜜,这不是,暗示我已经是她男友了吗? 好,好,激动之余,我不知说什么才好,出国几年,上海有些陌生,吃饭的地方,我马上说,地方当然我来安排,米飞你放心,绝不会让你在闺蜜面前丢面,子,阿拉爱死你了,米飞似乎不经意,爱这个字脱口而出,我精心琢磨,提前五天预定东方明珠旋转餐厅,档子不算低。 从这里还可以俯瞰,黄浦江夜景,不过,见到米飞和她闺蜜乔纳的时候,我忽然有些心虚,因为乔纳的脸色很难看,而米飞则有种强颜欢笑的感觉,飞飞,她就是你说的公司高管,乔纳看了我几眼,脸上明显带着不屑,勉强算是中层,我谦虚,中层啊,年薪百万有不了, 被问到收入,我有些不爽,乔纳这个女人,真让人上火,哪有刚见面三句话就谈钱的,我的职位到不了拿年薪,现在一个月差不多四万吧,四万是税钱,到手三万多,一年下来算上奖金超过四十万,在上海这个国际化大,都市也算不错了, 飞飞,怪不得请我来东方明珠这种地方呢,乔纳讥讽道,我没听明白她什么意思,飞飞,我不喜欢这种不中不阳的捡餐,今天就这样吧,我累了,先走啊,我没想到,乔纳竟然一点不给我面子, 说走就走,米飞沉着脸看我一眼,匆匆追了上去,不一会,米飞回来,表情很冷漠,江潮你别介意,乔纳就那样,她家里有钱,喜欢排场,随便一顿饭都要去私人,会所或者顶级私房菜,我没说话,心里却对我和米飞的关系有些不安, 和乔纳这样的女人混在一起,米飞会成为什么样子,我担心米飞会变得虚荣,会败金,会看不起我,两天后,我接到米飞电话,江潮,乔纳有个特别好的投资项目,五万一份,一个月一万多收益呢,我做主,给你留了一份五万投入,一个月收益20%,听起来很美好, 但我知道根本不可能,更何况牵扯到乔纳,我更不想和这件事产生干系,察觉我沉默,米飞罕见地换上一副撒娇口吻,江潮机会很难得,五万也不多,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吗,米飞已经这么说了,我知道不能拒绝,而且五万的确不多,哪怕全亏了,我也能承受,甚至,如果因为这件事,让米飞远离乔, 那,五万块买回他的心,我觉得值,我答应,米飞显得很开心,江潮,你最好了,我就知道你不会拒绝我的,米飞说,这句话的时候,并未看见我嘴角挂着的苦笑, 我等着,等着看一个月后,五万块增值到六万,或者,直接归零,让我有些意外的是,乔纳的项目真的赚到钱了,三十天过去,米飞突然来到我的住处,他带了一张存有六万块的银行卡,那是我这次投资的收益,江潮,现在农晓得了,乔纳是有背景的人, 跟他做你不会吃亏的,这件事,让我和米飞的关系,大大进了一步,在我看来,就是一座里程碑,因为我俩终于有了前河一处的经历,又过两周,夜里十二点米飞突然找上门,深更半夜见到家人, 我情不自禁将他搂进怀里,米飞却巧妙推开我,只是拉着手坐在沙发上,吵吵,有件急事,必须今晚和你说清楚,明天一早就要办,米飞说这句话的时候,我忽然意识到,他竟然用吵吵这个昵称喊我,而以前,一次都没有,这是为什么,很快,米飞向我摊牌,吵吵,半小时前乔纳,给我打电话, 说他有个项目前景特别好,一百万一份,即,度收一百分之五十,也就是说,三个月后,我能多赚五十万,米飞的声音越来越嗲,而语气却越来越急切,然后呢,我心里生起一种不太好的感觉,吵吵,乔纳明天十点就要飞英国,我必须在他离开前,转账一百万落实这件事。 可我现在只有七十万,米飞可怜兮兮看着我,那表情,如同一只需要被我搂在怀里温暖的小猫,我马上明白他的意思了,三十万差额,我能拿出来,可是这笔钱对我而言,不是个小数目,升任主管两年多,我有了一些积蓄, 但上海是个高消费大都市,生活重压下,一年到头,我只能存下不到二十万,三十万,几乎是我一年半的存款,我能不犹豫吗? 非非,我总觉得投资有风险,而且,我想在上海按揭买房,为我们以后,我还没说完就被米飞打断,吵吵,上海房价这么贵,你每年存的那点钱什么时,后才够首付,米飞柔软火爆的身体,依偎在我身上,又是撒娇道,吵吵你放心,不会白要你的,钱,我是问你借呢, 阿拉给你打借条,还不行吗?都说陷入爱情的女人很傻,其实我知道,被爱情的幌子迷住双眼的男人,更傻,在米飞的软磨硬泡下,半小时后,我竖起白旗,见我同意借钱,米飞开心极了,在我脸上落下一个鲜红的唇印,吵吵,我不能留下过夜,虽然在国外留学,但骨子里,我是个非常传统的女,人, 我会把人生最好的第一次留在婚礼那天晚上,米飞离开前的一席话,让我对她肃然起敬,虽然被拒绝,但我对两人的未来,反而更有信心,因为米飞是那么完美,她几乎符合我对人生伴侣的所有要求,接下来的日子,我和米飞狼情惬意,感情越来越深,只是三个月过去,我的三十万如同时辰大海, 再也没有任何音讯问米飞的时候,她表现得比我还要不耐烦,江朝,我都不急,你一个大男人家家的,有什么不放心,或者她会反问我,江朝,乔纳每天都和我在一起,难道她能人间蒸发不成,要是亏了我们的钱, 我肯定和她翻脸,话说到这份上,我不可能再逼米飞,只是我心里的疑云,却越来越浓,那段时间,心里窝火,我跟铁词哥们念叨,哥们立马骂我傻逼,江朝,你脑子有水部了,这年头谁信谁啊,你和米飞八字没一撇, 就敢给她三十万,而且借条都不打,你小子疯了吧,被哥们骂,我有些后悔,哎,那天晚上一事冲动,我故作大方,没让米飞写借条,真不知道这么做是对是错, 为了不让我的三十万打水漂,我主动要求,参加乔纳组织的私人聚会,我觉得,更多了解乔纳,融入她的圈子,三十万是不是能够收回,我会得出准确,判断,一天晚上, 米飞让我和她一起参加乔纳举办的酒会,我没拒绝,见我出现,乔纳一番往日,对我爱答不理的样子, 领着我介绍这个引荐那个,在乔纳嘴里,她的生活圈,她接触的人,非富即贵都是精英,最后,乔纳带我来到一个六十多岁大富翩翩的老男人面前,介绍一下,这是江朝, 干爹,人家江朝,可是世界五百强企业的高管啊,不知故意还是妄行大,乔纳介绍我的时候,说成公司高管, 而很快,我便知道她和面前老男人张先生的关系,对方是乔纳败的干爹,据说在上海能量很大,酒会过半,被养酒,熏得危罪的乔纳,示意大家安静, 各位,我在南边获得一块地皮开发权,只要动手开发,利润会翻几倍,几十倍,机会难得, 我打算采取现场认购的方式进行内部融资,大家可以选择认购一份,或者多份,每份三十万,过了这个村,就没这个店了, 又要我们投资,我再也坐不住了,躲在角落里,耗掉半个小时,正准备找借口离开, 这时候,却见乔纳和米妃笑音音来到我面前,江潮,大好机会就在眼前,这次你打算认够多少份啊,乔纳,我在想想,想想,见我不愿掏钱,乔纳的脸色马上变了,语气更是难听, 妃妃,我就知道外地人靠不住,哼,终究是个小鳖三,被当面辱骂,我差点和乔纳发飘,独自忍了十几分钟, 我去卫生间充脸,却在旁边的一间暗室,发现惊人一幕,透过开了几厘米的门缝,我听到有人在里面窃窃私语,而且话语中提到我的名, 字,涉及到我,于是下意识向里看,一下子,我吓坏了,暗室里,瞧那高开叉的旗袍下,雪白大腿醒目刺眼, 只不过,他竟然跨坐在老男人张先生腿上,甚至双手环抱着对方脖子,可是,姓张的不是乔纳干爹吗? 亲爹,江朝那个小赤佬,就是穷逼,他没钱的,我们没必要在他身上浪费功,夫, 后面的话我没敢继续听,不过倒是长出一口气,虽然乔纳看不起人,让我恼火,但也意味着他打算放过我了,谢天谢地, 我想着找机会和米妃深谈,告诉她乔纳真面目,让她远离对方,可是没想到,后面发生的很多事,完全超出我的控制,而我和米妃的关系,也忽然变得紧张起来,周末的时候,米妃约我陪她逛街,见了面,我才发现乔纳也在,我和乔纳互相看不顺眼,她俩倒是聊得嗨, 我只好跟在后面闷闷不乐,想着受气,包,逛到晚上十点,商场关门,米妃和乔纳去银台结账,我则拎着大包小包充当跟班,乔纳笑着说没带钱,让米妃请客,开始我没觉得有什么,谁让他们关系好呢,可是我却发现,乔纳的眼睛有意无意在我身上掠过,日光里的鄙夷如此明显,她想干嘛, 我又没惹她,结账的时候,米妃说她在国外待久了,习惯使用信用卡,可连刷三次,密码全部,对,烦不烦啊,锁卡了,这可怎么办,我可没办手机支付,米妃大惊小怪叫起来,我觉得她是故意说给我听呢, 原本,要是米妃自己买东西,二话不说,我愿意掏钱,但乔纳的东西比米妃还多,我就不甘心了,过了片刻,见我装傻,米妃又开始发点,吵吵,人家锁卡了,这可怎么办啊,要不你先帮我付账,明天我转给你啊, 转给我,相处这么久,我早已清楚米妃做事风格,她每次都说还我钱,但却一次也没有,从来是过账销,我喜欢她爱她,为米妃花钱我认了,可是这里还有乔纳的,见我们墨迹,收姻缘有些不耐烦,这位先生,我们马上下班,你们买还是不买啊,好多客人等着呢, 买,身前身后都是鄙视的目光,我脸烧得通红,没办法硬着头皮买单,五万八,我的天,几件衣服鞋子花掉五万八,我觉得米妃和乔纳就是烧钱丸,这件事让我很不开心,不过米妃连续到我的住处做了五天饭,虽然她的手艺并不好,而且最后都是她吆喝我动手,但我的气还是消了, 哎,谁让我爱她呢?只是,类似事件不断发生 我和米妃的隔阂越来越深,最后因为一件事,我俩差点分手,其因是米妃告诉我她弟弟得了重病,急需二十万做手术,而她的钱都投在桥纳下,墓里实在拿不出,让我帮忙,我当时很生气,第一次觉得米妃是个麻烦, 而且,我越来越看不惯她只会在求我的时候撒娇发点,一旦拿到钱,又会变得不,冷不热,她真心爱我嘛,带着一问,我向米妃摊牌,当面质问她,米妃立马变得眼泪汪汪,吵吵,你在质疑我对你的感情,你就是这么想我的,那好,只要你帮我就弟弟一命,明天我们就领账, 阿拉人都可以给你,吵吵你还信不过我,我心软了,因为这是米妃第一次和我提出领证结婚,于是我再次陷入她甜言蜜语的温柔箱里,套出二十万,这次,米妃主动给我打了借条, 只不过,事后我算了一下,和米妃交往大半年,前前后后连借贷花六十七八万,竟然没了,积蓄见底,我几乎连下个月房租都要交不起,我从没想过,不到一年造掉这么多钱,这还是我江朝嘛,再一次,当米妃买了东西暗示我付账,我直言已经没有钱,她的脸色立刻变了, 如同换了一个人,那天晚上是我爱情里的至暗时刻,我没想到,一起成为穷光蛋,我曾坚信的爱情,顿时变成可恶的泡沫,而我最爱的女人,也会露出她的真面目,米妃自己花钱买单,当晚,我俩不欢而散,然而,这件事只是她无情,抛弃我的导火索,几天后的一次偶然发现, 让我和米妃的关系,直接降到冰点,月底的时候,我参加同事儿子满月酒,包了两千块红包,吃完饭,大家要唱去钱贵唱歌,我对米妃打电话,她不接,心里郁闷,就想着唱歌,排解,十点多, 我哥们上厕所回来,不知为什么脸色非常难看,她一屁股坐在我身边,仰博干掉整瓶啤酒,江潮,你就是个白痴 被骂,我一下梦了,见我还是稀里糊涂,哥们的怒火更旺,自己去C105看看,你呀,遇人不,说 嗡的一下,我意识到出事了,而且,一定和米妃有关,我冲出包房,哥们跟在身后紧紧拉着我,她担心我冲动杀人,还没到C105,我的脚步猛然顿住, 因为我忽然发现,前面不远处的卫生间,走出一男一女两个人,他们的背影极其眼熟,顿时,我浑身血液凝固,我不会看错,那个身材妖娆,穿着超短裙的女人,就是米妃,她被一个体态肥硕的老男人搂着,对方的手甚至不时顺着米妃的小蛮腰向下乱摸,那个家伙我也认识, 正是乔纳的干爹张先生,我快气疯了,根本想不到,在我面前端庄高雅的米妃,竟然有如此不堪的一面,而且,她竟然和姓张的搞到一起, 一想到米妃也像乔纳那样,坐在张先生腿上的一幕,我就恶心地想吐,到了这一刻,我还看不出怎么回事,那我江朝就是傻子白痴,更让我无法忍受的是,从两人的亲密动作可以猜到, 米妃和姓张的肯定早就暗中,来往,她和乔纳都张某的王物,这样的下贱女人,却被我江朝当成宝贝,宠成公主,怒气冲天,我要冲上去干死这对狗男女,却被哥们死死抱住, 江朝,你他妈疯了吗,打他们一顿,你会尽橘子,而且这样太便宜他们了,哥们一句话,我冷静了,对,打死他们都是便宜,我要让这些欺我如我的人,生不如死,晚上回到住处,我洗了一个冷水澡,强迫自己冷静,再冷静,给米妃打电话,这次她倒是接了,不过语气很冷淡, 我强压怒火,柔声道,菲菲,我想了想,觉得你说的对,我们尽快领证吧,我知道她肯定会拒绝,不过,我就是要听到这句话从她嘴里说出来,因为只有被逼上绝路,我才会下定决心,用最狠毒的方式报复他们,结婚,江朝你没搞错吧,你非果然变脸,你有房子吗,有钱吗,你说结婚, 拿什么结,出得起彩礼钱,吗,顿了顿,米妃显然也想借着这次机会,和我一刀两断,江朝,我们不合适,主要是性格不合,我想还是算了吧,以后你别再找我了,你根本配不上我,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,但我还是没聊到,米妃竟然说得如此决绝, 米妃,你说结束就结束,我借给你的钱呢,你还我,还我,我几乎在怒吼,不过,我的态度反而激怒对方,米妃开始冷笑,江朝,你一个外地人,在上海无根无稽,你敢和我耍横,别再提什么钱,惹恼,我,阿拉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 米妃说完,直接挂断电话,我气坏了,实在没忍住,发了一条短信过去,米妃,我不会放过你的。 她没回应,而我万万没想到,因为这条短信,我几乎被那些恶毒的家伙打入万劫不复的境地,三天后,我照常上班,来到公司,却被通知停职,找到上司询问, 我如同被人兜头泼了一盆凉水,江朝,你被顾客投诉。 对方手里,有一些对你不利的证据,上司看着我,目光复杂,在调查清楚之前,很抱歉,你必须无限期停职,失魂落魄。 我从上司办公室出来,怎么也想不通,一项工作小心谨慎的我,怎么就被客户投诉了,坐在座位上,我如同被恶魔抽走灵魂,变成一具行尸走肉。 哥们冲进领导办公室,开始的时候大声争吵,渐渐地变得无声无息,中午,我被哥们强拉着出去吃饭,两人喝了半壶黄酒,他才和我摊牌,我和老大吵了一架,差点动手,后来老大没忍住,向我透露了一些内幕。 不过,江朝,我说了你可千万不能冲动啊,我冲动,爱情没了,钱没了,事业完蛋了,我还有什么可冲动的,见我点头,哥们终于说,咱们公司的投诉机制非常严格,为了杜绝恶作剧或者恶意报复。 投诉人一定要留下真实姓名和手机号,兄弟,真没见过你这么衰的,知道是谁投诉你吗?是米飞。 这一下,我已经不是惊呆,而是彻底傻了,怪不得我会被停职,都是米飞干的好事,因为只有米飞才知道我工作中一些可能出现的疏漏,对于她,我从不设防。 可我没想到,米飞这个娘们竟然狠毒制私,她这是要我死,要把我彻底赶出上海。 发呆的时候,哥们又说了一句让我肝肠寸断的话,你和米飞闹掰,我找人暗中调查过,哎,米飞压根没有弟弟,他问你要走二十万,就是坑你的钱。 我开始笑,哭着笑,他们是想榨干我,很好,我现在没钱了,他们如愿了。 江朝,我已经调查清楚,米飞根本不是什么刘洋硕士,他和乔纳一样,就是娇,寄花,他这种人,尚还有不少,打着恋爱的幌子骗男人花钱,等到对方一穷二白在,也榨不出油水,马上无情抛弃,你啊,真是道毒透了。 这顿饭吃的惆怅郁闷,回公司之前,我只说了一句话,我不会放过他们,我要米飞死,我恨透了,哥们沉默不语,他不知道怎么劝我,一下午,我的胸口充斥仇恨,心里转动报复米飞,姓张的以及乔纳的念头。 忽然,曾经听到的一件事闪过脑海,一小时候,疯狂又绝狠的报复计划渐成,行,我叫哥们出来抽烟,上次的那个人,还能联系到吗?你说的是谁?哥们问,就是手里有那种被几家人重复购买房子的家伙,你是说职业房片,江朝,你疯了吧,找他干嘛? 那个叫赵明的职业房片,是一次闲聊的时候,哥们无意说起的,几个月前,他想在上海买房置业,偶然得知一套比市场价低很多的房子,经纪人就是赵明。 当时哥们以为捡了大便宜,马上就要掏定金,还是未婚妻让他小心,后来多方调,查才发现对方是房片,赵明手里有几套低价房,产权没问题,但却以一房卖几家的方式坑人。 他们这些职业骗子,有的是办法让贪图便宜的买家上当,而且事后还拿他没辙,因为赵明绝不会在任何涉及法律的文件上留下自己名字,而那些受骗上当的买家,事后只能互相乱咬打官司,最终仍然拿不到房子。 落得,竹篮打水溢场空的下场,难道你想对付米飞?哥们似乎明白了,我颤抖着手,拿出香烟抽着,对,他这种占便宜枚够黑了心的女人,一定会赏,当。 过了几天,我找到赵明,表达想要买房的意向,随后,哥们给米飞打电话,装作不知道我们已经分手。 米飞嘛,你知道江朝这小子在什么地方,打电话不接,没和你在一起啊? 哎呀,买房这么大的事,他怎么一点不上心呢?你问买什么房? 咦,江朝没告诉你吗?米飞我跟你说,这房子太难得了,低于市场价将近一半,转手就是几百万收,咦。 不说了,这小子不上班,我找不到他,见到江朝,你让他马上和我联系,这房子好多人盯着呢。 我在一旁静静听着,脸上冷若寒霜,不出所料,几分钟后,我的手机发疯般响了起来,是米飞的电话,我当然不会接,因为现阶段,我不会让任何人找到我。 一连打了几个电话后,米飞给我发短信留言,吵吵,是我,人家想你了,你为什么不接电话,第一条我就火了,妈的,喊我吵吵,又在发点,不,发骚。 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,可是,小两口谈恋爱,哪有不闹别扭的,吵吵,我错了,是我不懂事,求求你原谅我好吗? 吵吵,你知道人家心里多难受吗?吵吵,我真的很爱你,我们和好吧,整个白天,我没有关机,但就是不接电话,不回短信,到了晚上,十一点刚过,我租住的房门被人敲响,从猫眼看到米飞精心打扮过的漂亮脸蛋,我心里不住冷笑,果然忍不住,亲自送上门了。 打开门,见到米飞,我装作吃了一惊的样子,随即就要关门,吵吵,僵吵,你听我说。 米飞的胳膊卡在门缝里,被我狠狠夹了一下。 顿时,米飞疼得泪流满面哭出声,健壮,我知道是时候让她说话了,闪开身体,我一副气愤至极的样子,让她进屋。 一进来,米飞一头扑进我怀里,双手还住我的脖子,吵吵,我想你,阿拉想死你了。 米飞,你干嘛,你放手,放手啊。 我表现得怒不可遏,将米飞狠狠推倒在沙发上,演戏演全套,我知道米飞虽然贪婪阴毒,但她并不傻,如果我随随便便原谅她,米飞一定会猜到这件事有阴谋。 米飞,吵吵,我错了,你原谅我好不好,米飞的眼泪说来就来,也许是她刚才被嫁疼了,说吧,你找我什么事,米飞,告诉你,老子没钱,你别想从我这里再拿到一分,钱,你给我滚。 吵吵,你说什么呢,我怎么会要你的钱,米飞大言不惭,终于,百般讨好,毫无廉耻之后。 十几分钟过去,米飞一年来第一次主动坐在我的腿上,问起买房子的是,你问这个干嘛,和你有关系吗,我顿时装出警惕的样子,吵吵,是你同事告诉我的,你说啊,到底怎么回事,为什么一转手就能赚几百万,听她说到哥们的名字,我像是忽然想起,马上质问,米飞,先不要说房子, 你告诉我,投诉怎么回事,别说不是你干的。 这件事我必须说出来,米飞八成能猜到,几天过去,我肯定知道是米飞在背后倒,鬼,如果不解开心结,我怎么可能原谅她? 所以,我必须给她解释的机会,因为我一定要假装和米飞和好,这样才能继续实施复仇计划,哎呀,潮潮,我正想和你解释呢。 米飞一脸无辜的样子,潮潮,你误会人家了,那次我打电话给你们公司,想找你和解,结果金线员态度,特别恶劣,我一气之下说出和你的关系,又说你怎么怎么厉害,可能说漏嘴了,对不起潮潮,人家不是单纯吗? 你就原谅我吧,听到她的解释,我差点忍不住笑了,你米飞单纯,笑话,如果你单纯,世上99%的人都是天使,装,继续装,如果不是早就了解米飞为人,我还真可能相信她的鬼话,因为这世上,的确有些拨大无脑坑爹坑男友的女人,会在无意中说出一些不该说的秘密, 见我面色缓和,米飞小心翼翼问,潮潮,现在你知道真相了,我们和好行,吗? 虽然她一而再再而三放低姿态,但我还是一副气羞羞不打算和解的样子,潮潮,如果你同意和好, 我米飞向上帝发誓,一定会乖乖做你江潮的女人,再,不会无事生非了,潮潮,今晚, 我想送点你一件特别的礼物,米飞开始解上一扭扣,我不由地气血上涌,随着米飞的动作, 我看到黑色的波,她把修长的黑丝眉腿放在我的肩上说道,喜欢这个礼物吗? 曾经,米飞在我眼里就是造物主最完美的恩赐,为了让我们新婚之夜留下永生难忘的记忆,将近一年相处, 我和她最多只是拉拉,手,别说上床了,连拥吻都不曾有过,我曾那么珍惜她,珍惜这段感情,为此做过无数傻事, 但是现在,米飞在我眼里就是人尽可福的下贱女人,甚至她比那些一夜上千的外围嫩魔都不如, 因为人家至少赚钱赚在名处,并且也付出了, 而米飞就是既想立牌坊,又不想用身体交换,可悲的是,我竟然被她一直蒙骗。 不过,今天晚上我不会拒绝,我知道,只有这样,米飞才会尽可能消除对我的怀疑, 因为她肯定明白,一次次被骗后,世上再也没有免费午餐, 为了得到数以百万计的巨额金钱,米飞只能豁出自己,于是,水到渠成, 我装作禁不住每次诱惑,被米飞主动逆推了,我没有问她为什么不是第一次, 因为我知道米飞一定有足以让我理解的理由,我实在不想看她演戏了, 梅花三弄之后,米飞搂着我,再次问起房子的事, 很显然,这个心机很深的坏女人,知道什么时候是男人心里最不设防的一刻, 一番推三阻四,再次享受了帝王般的服饰,我终于开口,至于房款, 我的解释是,得知房子消息后,爸妈抵押几处老家房产,正在给我凑,钱, 飞飞,这件事你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,而且必须马上办, 知道的人越多,房价就会抬高,对我们很不利,飞飞,那套房子不吉利, 所以才会便宜甩卖,对于房价超低,我的借口无可挑剔, 而且我还有后招,那片小区的价格我打听过, 同等面积房产,均价超过一千万,不过因为房子出,过市, 所以几个买家还在观望,见米飞有些动心,却没有立即表态, 我趁热打铁,其实他们不懂,房子买来,自己又不住, 放上半年六个月,找人洗白房产资料备, 仅,就算卖不到一千万,九百多万,肯定没问题。 说到这里,我忽然住嘴,表现出不想继续透露的意思, 困意袭来,沉沉睡去,朦胧中,我看到米飞点着一支烟, 似乎在琢磨什么,第二天一早。 米飞主动和我又一次疯狂,大汗淋漓中,米飞趁机问我, 吵吵,你爸妈的钱什么时候能凑齐啊? 哎,我也发愁呢,昨天经纪人告诉我, 已经有人表态要出全款,问我什么时候能凑到钱, 这不,我都快急死了。 随即,我当着米飞面,给一个早已安排好, 标注着老爸的号码打电话, 爸,钱什么时候能凑齐,一个陌生的男生哀声叹气的, 小潮,我们抵押了三处房产,可人家说钱最快时, 天后才能转账,我的演技杂现,顿时极了, 十天,爸,我这两天就要用了。 没等那边回话,米飞伸手按断电话,吵吵, 我和你商量个事,既然你家现在拿不出那么多钱, 不如我先垫付,可以吗? 听到这句话,顺时间,我放心了,经过这件事, 我觉得骗人实在太难,真不晓得米飞以前如何做到面不改色, 心不跳。 骗我,就像吃饭睡觉那样自如, 不过,这一次,社局和被骗完全转换, 他一定会受到惩罚, 我马上装作警惕的样子,米飞,你什么意思, 告诉你别打这套房子主意,资源在我手里, 我可不会随便给别人吵吵阿拉是别人吗? 米飞的郊躯又往我身上蹭, 再次忍不住云雨一番, 我一副看上去不甘心的样子, 飞飞,不是我信不过你, 可是你以前爱,我在你身上花了将近七十万, 可,你吵吵,别说了,我都记着呢, 准确数字是六十七万五千, 吵吵你想想,如果我不想和你好好过日子, 只是为了坑你,我记住这些干嘛, 我怎么知道你为啥要记住, 不过,我还是为米飞的心思缜密, 感到心惊肉跳, 这个蛇蝎女人真的不好糊弄, 吵吵,我有个方案你看行不行, 放心吧,你会看到我的诚意, 米飞猜到,我不会轻易透露房产消息, 终于使出撒手锏, 我微微点头,俗话说, 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, 倒要看他,米飞能吐多少血出来, 吵吵,为了表示我的诚意, 我愿意还给你六十八万, 米飞第一句,我就没想到, 不过一转念,我便豁然开朗, 只能说,米飞这个女人实在太恶毒了, 比起将近五百万的巨大利益, 六十八万时,再算不上什么, 我知道她有条件, 于是问,飞飞, 不会吧, 你想干嘛, 吵吵, 虽然我们在一起了, 但毕竟没结婚, 所以经济上还是独立核算比较, 好, 米飞显然已经想好, 如何糊弄我, 吵吵, 我以前确实做得不好, 又是借又是造, 让你花了很多钱, 这些我应该还, 给你, 表态完毕, 米飞画风一转, 吵吵你也清楚, 五百万我一下拿不出来, 我要找人借, 还要算利息, 我的压力很大, 我没说话, 静静等着看她如何请自己入望, 我的意思是, 买房的时候, 房本先写我一个人的名字, 毕竟是我拿钱, 当然, 以后我们结婚了, 房子就是我和你的, 到时候把爸妈借来一起住, 米飞, 我立刻装出不爽的样子, 直写你的名字, 这不成了你个人婚前财产, 妈, 到时候, 我们一旦离婚, 我一分钱也拿不到, 不行吵吵, 你呀, 就是心眼太多, 我越是表现出不情愿, 米飞就越放心, 因为, 如果我在社局骗她, 我肯定巴不得她马上拿钱呢, 米飞笑着搂住我, 吵吵, 我们可以写个协议呀, 我会写清楚, 只要我们结婚, 这套房子, 就是两人共同财产, 现在你满意了吧, 杂一听, 我还真觉得米飞实在太慷慨了, 她怎么那么好心, 直到半小时过去, 我仔细琢磨才意识到, 原来米飞的什么协议, 根本就是坑, 只要我们结婚, 切, 房子到手, 她肯定会再次甩了我, 不结婚, 我江潮和这套房子, 就没有半毛钱关系, 好狠啊, 只是, 米飞一次又一次精心算计, 反而正中我的下怀, 我就是要让她自己往火坑里跳, 只有这样, 东窗事发的时候, 我才没有连带责任, 装作被她缠得没有办法, 我终于答应, 于是, 给我转账68万后, 当天下午, 我带着米飞找到职业房骗赵明, 对方原本就是骗子, 因此根本不用我说什么, 赵明一席话, 将米飞哄得团团转, 尤其, 当赵明出示房产证, 并且在网上核实没有半点问题, 米飞彻底放心了, 两位, 我可和你们说清楚, 房子价格低, 不是质量有问题, 而是, 嘿嘿, 想必你们已经知道, 房子以前出了点事, 不过没关系, 我可以摆平, 赵明装逼坑人的门道比我强多了, 当着米飞的面, 一个电话打给房产局哥们, 老弟, 我是你赵哥, 直说吧, 那套房子能洗白布, 赵明手机外放, 而且那个人的名字, 在房产局网站, 的确能查到, 赵哥放心, 别人不行, 但你的房子兄弟必须搞定啊, 再次吃下定心丸, 米飞不再犹豫, 出去打了几个电话, 一番讨价还价, 似乎还做出, 某些很为难的承诺, 终于借到五百万, 赵先生, 房子我要了, 现在就办手续, 我注意到, 米飞激动之余, 只是说房子他要了, 根本没提我江潮, 很好, 这个骗局, 我算是彻底置身事外, 因为我并没有和赵明做局, 只是利用他而已, 最终, 骗人的是赵明, 受害的是米飞, 当天下午签署合同, 米飞转过去十万订金, 第二天, 赵明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套完整的过户手续, 那些文件完全合规, 甚至公章也没有任何问题, 赵明带着米飞和我来到一个不起眼的办公地点, 房子出过是需要洗白, 所以不能按照常规在房产局过户, 放心吧, 产权证你们看过, 办公地点你们也来了, 这里都是国家公务人员, 我住哪里, 在什么地方上班, 你们都清楚, 出问题直接找我, 现在, 一手钱一手合同, 一周后办好过户, 我相信, 如果不是贪图巨额利益, 普通老百姓绝不会轻易相信赵明, 但这世上, 偏偏有很多被金钱蒙蔽双眼的贪婪小人, 为了钱不顾一切, 所以才会发生那么多金融诈骗案, 米飞转账五百万给赵明, 这是报复计划倒数第三个环节, 米飞会不会上当, 那我再打个电话商量一下, 涉及到五百万巨款, 米飞还是不放心, 走到一边打电话, 我的心, 顿时提到嗓子眼, 递了一根烟给赵明, 我套话, 哥们, 过户不会有问题吧, 且, 有问题我敢打包票, 放心吧, 这一行我干了很多年, 从没出过事, 你自己, 看看, 那边好几个等着办手续呢, 赵明看了我一眼, 脸上闪过若有若无鄙视的表情, 也许在他眼里, 我和米飞是一体的, 都是任他宰割的羔羊, 见赵明胸有成竹, 我倒是释然了, 这些家伙, 全是一条龙服务, 骗局做得天衣无缝, 很可能这个办公地点, 这些身穿制服, 所谓国家公务人员, 全是假的, 但他们胸口名牌, 却是房产局正式职工的名字, 甚至外贸和网上照片, 也有几分相似, 更何况, 我听说过, 有些特殊性质的房产, 的确不从房产局正常过户, 要走其他渠道, 去专门部门办理, 所有环节照明都会安排的面面俱到, 但只要拿到钱, 第二天甚至当天, 这个地方就会人去楼空, 所以我相信, 米飞就算找人打听, 得到的回答, 八成也是肯定答案, 他发现不了漏洞, 果然, 十几分钟后, 米飞走过来, 脸上的表情轻松多了, 赵哥, 我信任你, 现在就转账, 不过房产证必须押给我, 那当然, 赵明表态完全理解, 整个过程不过几分钟, 米飞付出五百万, 拿着购房合同和赵明的房产证, 心满意, 足, 回到我的出租屋, 米飞心情很好, 更加疯狂, 我几乎都要吃不消, 不过当天他没有过夜, 离开的时候, 米飞带走他所有东西, 碰, 米飞拒绝我送他回去, 狠狠关上房门, 似乎这样, 就能断绝和我的一切联系, 站在阳台, 我抽了一根烟, 透过沙莲, 看到米飞出现在楼下, 快要从视野消失的瞬间, 米飞转过身, 冲我家的方向, 比了一下中指, 我笑了, 这个动作, 让我仅剩不到百分之一的不忍, 烟消云散, 进入卫生间冲枣, 我忽然发现, 浴室镜子上, 米飞用口红留了一句话, 傻老帽, 谢谢你送我五百万, 结婚别想了, 最后一次上床, 算我米飞白送你, 的, 我终于忍不住, 放声大笑, 笑着, 也哭着, 茫茫人海, 我江潮还真是不幸, 竟然遇到传说中, 翻脸比翻书, 还快地歹毒女人, 收拾停档, 我换了一张新的手机卡, 打电话给搬家公司, 安排明天搬家, 当晚, 我拿出隐蔽摄像头, 将暗中偷拍赵明和米飞交易, 以及假冒办公地点, 为, 壮国家公务人员的录像资料, 发给上海经侦支队邮箱, 证据确凿, 赵明这次肯定栽了, 而米飞的五百万, 肯定追不回多少, 因为等着找赵明追债的绝不止米飞一个, 第三天, 是个天高气爽的日子, 我心情愉悦去杭州旅游, 为一周后重新复工做准, 被米飞前两天, 已经主动向公司澄清, 他就是诬告, 我的停职解除了, 一周后, 我回到上海, 当天就被警方传唤, 说是有重大案情, 需要配合调查, 我以为只是照明东窗事发, 警方需要询问我提供录像资料的细节, 但到了支队才, 发现事态比我估计的更可怕, 米飞不仅损失五百万巨款, 而且他出了大事, 你是江朝, 也就是米飞的男朋友, 刑警大哥单刀直入, 不是, 我马上否认, 准确说是他前男友, 我和米飞已经分手了, 什么时候分手的, 为什么对方关心, 我们分手的时间, 九天前, 没错, 就是九天前, 一番询问后, 刑警推过来一张纸, 江朝, 在上面签个字, 你可以走了, 我一肚子疑问, 仔细看了那张纸, 顿时大吃一惊, 那张纸上, 写着, 在我计划之中, 却没想到, 这么快就会发生的另一桩刑案, 原来, 赵明案发被警方抓捕, 米飞得知被骗, 立即跑到警局要钱, 不过他却被告知, 那些钱早被赵明转移, 而且他身上案情重大, 需要仔细调查, 因此, 赔钱的过程会很漫长, 米飞当时就不行了, 在警局又哭又闹, 但泼妇行为并没给他带来好消息, 反倒是清楚了一件事, 就算追回钱, 米飞能拿到的, 恐怕不到五百万的十分之一, 因为还有很多苦主需要, 赔偿, 而大部分钱, 已经被赵明团伙挥霍, 我没看见米飞当时的表情, 但我知道, 他麻烦大了, 因为那五百万不是米飞的, 应该是从乔纳或者张某人手中借贷, 而且为了顺利拿到这笔巨款, 米飞很可能同意了某些苛刻条件, 现在米飞还不上, 等待他的必将是疯狂狠毒的报复, 只是我没想到, 这件事发酵得如此之快, 没过几天, 得知消息的乔纳找到米飞, 两人没弹拢, 大打出手, 冲动之下米飞用, 剪刀划破乔纳的脸, 对方当场破响, 而米飞, 也因为故意伤害, 锒铛入狱, 这张纸上并未写出完整案发经过, 只是因为需要我签字排除嫌疑, 所以办案刑警, 才和我说了大概, 从警局出来, 我的心情并不轻松, 米飞遭到报应, 但那个幕后黑手始作俑者张某人, 依然过得很滋润, 我早就找四家侦探案中查过, 姓张的, 其实才是米飞和乔纳的靠山, 理由很简单, 米飞这种打着爱情幌子, 骗人钱财的交集化, 肯定会有不甘心的受害者报复, 到了那时候, 张某人就会出面平视, 也会从乔纳和米飞身上, 分到一笔不菲报酬, 现在, 报复计划倒数第二个环节, 已经顺利实施, 米飞入狱, 乔纳破响, 就差最后一步, 干死张某人, 两个月后, 我给乔纳打电话, 约他见面, 乔纳本不想搭理我, 但我告诉他, 如果躲着, 后果自负, 终于, 我和乔纳见面, 被他的样子吓坏了, 乔纳虽然戴着墨镜和口罩, 但我还是能够看见两道触目惊心, 翻着红肉的伤疤, 从墨镜下口罩两侧露了出来, 乔纳完全被破相, 甚至做整容手术, 也无法恢复, 江潮, 你找我干什么, 我和米飞被你害得还不够吗? 面对乔纳质问, 我真想反问他, 到底是谁陷害谁的? 乔纳, 先别激动, 有件事, 我觉得你一定感兴趣, 放心, 是好事, 随即, 我告诉乔纳, 赵明手里挤出房产, 因为涉案已经被公价没收, 而且, 不日即将拍卖, 我说的是实情, 的确有很多问题房, 涉案房会公开拍卖, 而且一般来说, 价格比是厂价低得多, 因为普通老百姓, 谁也不愿意花费巨资, 买一套出过室的房子, 太不吉利了, 乔纳, 如果你不信, 可以自己去打听, 我听说价格可能还是五百万左右, 如果你能拿下, 只要有办法洗白, 一年半载之后还能卖高价, 这样一来你的损, 事业差不多追回了, 乔纳瞪着眼, 姓姜的, 你为什么帮我, 我站起身, 不再看他转身离开, 你可以理解没, 良心发现, 不好意思, 咖啡你, 结账, 又过了三个月, 我再次联系乔纳, 因为我听说, 他果然通过, 竟拍拿到那套涉案房, 铲, 乔纳, 今天我找你, 就是希望你和我去个地方, 去哪里, 乔纳一愣, 女子监狱, 去见米妃, 听说她被判了五年, 乔纳当然不愿意, 但我直言不会威胁, 乔纳, 我知道你和米妃一些事, 如果不, 想被我捅出去, 你最好跟我走一趟, 最终, 乔纳答应去女间, 但说什么, 也不同意进去探视, 我没勉强, 我其实并不希望乔纳出现在米妃面前, 她如果答应进去, 我反而会找各种理由拒绝, 见到米妃, 我几乎认不出来, 面前的她, 两鬓斑白愁容满面, 脸上出现很多和年龄不相衬的鱼尾纹, 这就是曾经让我魂牵梦营牵肠挂肚, 曾经和我在床上疯狂的角色美女吗, 米妃, 今天我找你不是念及旧情, 而是想要告诉你一件事, 我盯着她, 启动报复计划最后一根毒刺, 江朝, 你不用猫哭耗子假慈悲, 我不想看你假惺惺施舍怜悯, 我摇头, 对你这种狼心狗肺的女人, 我没什么可怜悯的, 那你找我干嘛, 有件事, 我想你有权知道, 我面色平静说, 照明那套涉案房产, 被公家拍卖冲, 抵赔偿, 你知道谁拍下了吗, 是谁, 江朝, 不会是你吧, 当然不是我, 我从哪弄五百万, 你以为我会像你那么傻到处借钱, 米妃看着我, 无言以对, 长出一口气, 我决定摊牌, 是乔纳, 他买下那处房产, 仅仅花了五百万, 这次手续清清白白, 现在那套房子是乔纳的了, 我听说, 乔纳有办法洗白, 过不了多久, 房子捣手, 他的损失就会完全收回, 我说完, 米妃一下呆住, 半想, 突然像疯了一样, 大声骂起来, 乔纳, 见人, 你不得好死, 我米妃曾经多么天真纯洁, 就是被你乔纳拉下水, 被姓张的祸害了,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肮脏够当, 我留着证据, 就在我住的地方地下室里, 忽然, 米妃闭上嘴, 意识到自己话太多了, 有些事有些人, 米妃得罪不起, 如果他想早点出来, 最好管住自己的嘴, 虽然他失态之下并未透露太多, 但我已经得到我想要的, 这就够了, 米妃, 做错事就要受到惩罚, 就这样吧, 好好改造, 我起身离开, 再也不看米妃一眼, 见到乔纳后, 我一路保持沉默, 无论对方怎么询问, 就是不开口, 分别的时候, 我对乔纳说, 乔纳, 我知道你满肚子疑问, 知道你恨我, 但我就喜欢看你, 讨厌我却干不掉我的, 样子, 我带你来女监却不告诉你发生了什么, 就是要你们心惊胆战, 食不甘为业不能, 妹, 从此惶惶不可终日, 当天下午, 我去了米妃租住的地方, 那间房子空着, 联系房主, 付出十张百人大钞的, 代价后, 对方没有反对我收拾米妃的东西, 在地下室找到米妃精心保存的优盘, 连夜, 我去刑警支队实名举报乔纳和张某, 我的证据, 足以让他们牢底坐穿, 从警队出来, 我心情很好, 夜空星光灿烂, 半年之后, 我去了被再次拍卖的那套涉案房交易现场, 静静坐着, 我没有举牌出手, 这种不吉利的房子, 哪怕白送我也不会要, 人去无空, 尘埃落定, 我点上一根烟静静抽着, 烟路缭绕中, 我仿佛看到米妃, 乔纳和张某人, 穿着囚服悔恨终生的样子, 稍妇